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说到飞,一直都是我们比较喜爱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很羡慕那些能在天空飞的鸟类 似乎那就是我们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吧 不过在天空上,也不是绝对安全的 小鸟怕大鸟 只有最强大的鸟类,才能在这片蓝天下自由飞翔 阿根廷巨鹰就是这样的一类大鸟 说它是大鸟,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它落下来站着,高度都有两米多了 而且体重也是一点不弱 很多都能达到140斤那么重 就是高空冲下来,那冲击力 就不是一个小动物可以承受的 哪怕是老虎,面对这么大一只老鹰 也只有被虐的缝了 而且它张开双翅的时候 长度更是达到了八米那么宽 简直就是一台滑翔机的大小了 让人看到都害怕 要是这么一只老鹰攻击我们 估计也只有逃跑的份了 不过这种巨鹰虽然在空中找不到 堆上属于霸主级别的物种 但实际上它本身的限制也不少 比如在繁衍下一代这方面就很弱 它要两年才能生出一到两个蛋 而这些蛋的存活率也只有一半 它的幼崽也不像大部分动物 它要一年多才能脱离父母的照顾 而等它单独出去猎食则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行 这对于很多鸟类来说 基本上是老死的状态了 但这类巨鹰则不会 从寿命上来说 如果是人类帮忙照顾饲养的鹰类 活个五十年不是很大问题 但如果不是的话 不确定的因素就有点多了 可能一个不幸就意外死掉了 不过大部分还是可以活到二十年左右的 不过现在要看这样大的一种老鹰 只能去一个地方了 那就是博物馆 因为它们只剩下化石了 或许是繁殖这方面太弱小了 导致它们很早就被环境淘汰掉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